2019年7月15日 在美军战舰奥马哈号的多个显示屏上 探测到了UFO 船员最多看到了9个UFO向战舰袭来 而最新消息是 五角大楼证实这个影片是真实的 美国国防部的不明空中现象工作小组 也把这个事件纳入了调查中 而发布这个视频的是一个电影制片人 叫杰里米·科贝尔 那他是什么来头呢 他早前还发布了另一段UFO视频 是在2019年7月 有三个UFO在美军罗素号的驱逐线的上空盘旋 这个也同样获得了五角大楼的认证 影像属实 美国过去一直否认外星人的存在 难道今天他就打算公开了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地球旅馆 我是Lainster 美国的不明空中现象工作小组 计划在6月25日向国会提交UFO报告 一时之间UFO话题 让全球的UFO粉丝沸腾了 这份报告是围绕过去20年来的UFO目击事件展开的 那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外星人和飞碟呢 过去美国政府可都是一概否认的 那这次所有人都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大大方方的公开真相 说到美国与外星人的关系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1947年的罗斯维尔事件 还有在美国的51区等等 当然还有美国人和外星人的科技合作 但是大家知道吗 上个世纪和美国对抗的超级大国苏联 也有一系列同外星人的接触与合作 完全不逊色于美国 可能是因为苏联信息更封闭 所以苏联这边的事很多人都没听过 美国当年可是极力否认发生过UFO坠毁 否认罗斯维尔事件的存在 但是在1995年 有一部纪录片叫《罗斯维尔外星人解剖》上映了 描述的是美国军方解剖外星人的绝密影像 这个纪录片直接让罗斯维尔小镇瞬间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很多人想不到的是 苏联也曾流传出解剖外星人的影片 而这个影片甚至还在1998年 在美国的电视台被播出了 1969年11月 有一艘小型的UFO在空中爆炸了 然后坠落在乌克兰境内的一处茂密的树林里 当时苏联政府接到消息后 立刻派人前往现场 发现飞碟就这么斜着半截插在土里面 军方就立即封锁现场 并由KGB拍下了现场的录像 除了坠毁的飞碟外 他们还在现场找到了一具体型瘦小的外星人尸体 尸体和飞碟被送到一处秘密的地点进行研究 这个事件当时被列为最高机密 但是苏联解体后 大批的档案纷纷解密并流入民间 90年代初 美国的UFO专家在俄罗斯的黑市买到了这支影片 1998年9月 这个影片在美国的电视台上播出过一次 但是火箭专家奥伯格在1998年写的 KGB的UFO档案的评论里 质疑了这支影片的真实性 因为影片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错误 另外呢 这支影片的片头还打出了免责声明 那这支影片也可能就是一场恶作剧 美国和苏联所流出的解剖外星人的影片 后来都被证明是假的 但是事情就这么简单吗 美国有51区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苏联也有类似51区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就叫卡普斯金亚尔基地 卡普斯金亚尔基地是在前斯大林格勒 东南100公里 莫斯科南800公里的地方 据说是当年斯大林亲自下令成立的 而附近有一个小镇叫日库尔 军方赶走了那里的居民 并把它改造成了绝密的飞碟研究中心 命名为日库尔镇 里面存放着各种飞碟坠毁的残骸 外星人的尸体 甚至还有飞碟上的其他未知生物 当年苏联的军方 就是在这里解剖外星人尸体 和仿制外星人设备的 从20世纪40年代初 卡普斯金亚尔基地开始建成 到现在还是一直对外保密 苏联最顶尖的研究人员 科学家和军事专家 都会被派到这里 研发高度机密的技术和武器 KGB的蓝色档案中记录 1948年6月19日的傍晚 卡普斯金亚尔的空中管制员 在雷达上发现了一样物体 同时 一位在基地附近的直勤的飞行员 发现了正前方有一个巨大的银色飞碟 他马上用无线电报告 说自己的眼睛被强光晃的 什么也看不见了 三分钟之后 基地发射导弹击落了这个不明物体 同时飞碟的武器也击中了苏军的飞机 失明的飞行员和他的飞机一起坠毁 苏军立即派出搜索小组 找到了击落的飞碟残骸 秘密的运往日库尔 随后 苏联的绝密飞碟计划正式启动了 50年代初 西方终于发现了苏联的UFO事件 了解到卡普斯金亚尔基地 正在进行的秘密实验 于是美国派出了当时最尖端的U2高空侦察机去侦察 他们震惊地发现 卡普斯金亚尔占地36000多平方公里 至少拥有4个弹道导弹的发射平台 14个发射台 一个精确雷达追踪设备 一公里长的跑道 还有无数的奇怪而无法辨认的区域 更诡异的是 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图案 有点像麦田圈的图形 感觉就像是在和外星人联系 许多人都在想 难道苏联正在用这些图案来吸引UFO的光顾吗 苏联不仅在这里测射导弹 还在这里训练导弹部队 当年的U2侦察机发现的秘密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根据俄罗斯飞碟专家阿法洛夫的报告 在卡普斯金亚尔地下400米的基地中 一切都井井有条 看上去就像地下商场 只不过在商场的一个个柜台里 外星技术不断地被分析和还原 据说卡普斯金亚尔成了飞碟基地后 苏联米格战斗机在基地上空 多次近距离遭遇飞碟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在卡普斯金亚尔和日库尔的绝密工作 至今仍在继续 飞碟也不断地在基地附近频频活动 前苏联UFO档案的撰写人 保罗·斯顿希尔表示 在整个美苏冷战和太空争霸的几十年间 苏联境内频频出现UFO 比当时的美国还要多 克里姆林宫整天提醒吊胆 却也毫无办法 最初几年 苏联高层接到了UFO的目击报告后 曾一度下令派战斗机去拦截 甚至向UFO开火 无一例外的是 苏军的主动挑战 全部折戟沉沙 损失惨重 保罗还在书中讲 1953年 苏军和UFO展开了一次血腥的遭遇战 一艘巨大的UFO出现在了西伯利亚的泰加式的上空 苏军立刻派遣一个军事角组和三架战斗机前往拦截 结果三架飞机同时遭到攻击 眨眼之间被烧得灰飞烟灭 而且这类苏军和外星飞碟的遭遇战还发生的不止一次 但是都是膛壁挡车 同样是损失惨重 直到上个世纪 60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终于向苏军下达了最严格的禁令 绝对不能向UFO开火 以后遭遇到了UFO就当没看见一样 为了安全起见甚至要退避三射 以后苏军看见了UFO就说 那我走 那我走 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只要苏军不主动挑衅 外星UFO也不会主动惹事 只是在空中静静地监控着苏联的太空飞船发射基地 或者是秘密核军事基地的动静 保罗说 这些UFO看起来知道所有苏联太空发射基地和秘密军事基地的位置 这些秘密基地 在那些UFO的眼中 就跟显微镜下的物体一样 毫无隐私可言 然而 这些UFO监控前苏联军事基地的动机 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样看来就算是什么都不怕的苏联在外星人面前也妥协了哈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它背地里还藏着更多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直以来都有传说 美国就是因为有外星人的技术支援才能在二战之后迅速研发出最先进的武器 比如2014年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的一位前高级工程师爆料 51区有很多外星人 主要是小灰人 在外星人的协助下 美国得以获得很多尖端的军事技术 那苏联也没落下 他们也有和外星人合作 只是苏联选择了和另一种的外星文明合作 根据蓝色档案曝光的十多起遭遇UFO事件 其中有八起与天狼星系中的重黄尔行星有关 2001年 俄罗斯飞跌专家卡诺瓦洛夫透露 苏联军方科学院和KGB早在55年前 就已掌握了天狼星系中的重黄尔行星上 存在地外文明的事实 并和重黄尔外星人取得了联系 据说来自重黄尔行星的外星人 是身穿宇航服的诸如外星人 他们为苏联提供科技援助 而苏联则允许外星人在境内建立UFO基地 以供外星人往返地球 这也容易理解了 为什么后来克里姆林宫向苏军下达了严格的禁令 不让他们打UFO了 卡诺瓦洛夫还透露了一项震惊世界的消息 那就是目前在俄罗斯境内 至少已经建立了三处UFO基地 一处是在俄罗斯国防部 一处是在俄罗斯宇航局 而另一处在俄罗斯科学院 还有在俄国乌拉尔山地区的UFO地下基地 重黄尔外星人还向俄罗斯特工 传授加工一些价值连城的特种矿物的工艺技术 然后把这些价值昂贵的精品卖到西方 赚美元外汇 据估计在基洛夫市以北的45千米的地方 还有一个外星人基地 那些诸如外星人还允许俄罗斯特工 进入他们的地下飞碟制造厂 并向俄罗斯传授这些 21世纪最先进的工艺技术 也有消息说 在俄罗斯的郊区曾一度有重黄尔飞行系试飞 而且是由俄罗斯试飞员驾驶着 前苏联空军国家科研所还专门派了一个特别的专家组参与这个试飞 本来合作都挺甜蜜 没想到后来又打起来了 从1978年到1991年 苏军连续击落三架重黄尔 之前说的禁止击落的禁令也被取消了 苏联与外星文明的关系明显恶化 这里我们可以大胆猜测 苏军对重黄尔飞行系的性能已经相当了解了 而且苏军的军事技术也大有涨进 居然能多次击落飞碟 后来苏联在太空竞赛 还有尖端技术的研发上 越来越落后于美国 主要原因可能就是 他们失去了重黄尔外星人的帮助 这么说起来 美国和苏联其实都和不同的外星人展开了技术合作 只是合作的好坏决定了自身实力的强弱 苏联和美国的外星人事件 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都有51区 都有假的外星人解剖影片流出 美国和苏联也都与外星人合作 而且取得了尖端科技 那外星人同意和美国和苏联合作 他们又想获得什么好处呢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 喜欢我的话就请按赞分享 也请大家订阅我们 好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们的IG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再见